5月10日晚冯小刚微博终于曝光了手机2开拍的消息 同时也曝光了全阵容 15年前手机的原班人马葛优 范冰冰 张国立 菊帆 范伟等悉数回归 据悉冯小刚导演刘振云编剧的电影手机2之朋友圈正式立项 由美拉传媒备案 备案显示本片依然走讽刺喜剧路线 冯小刚透露电影只在讨论人事机器科技的主宰 还是科技和机器主宰了我们人类 手机是冯小刚指导的一部贺岁喜剧片于2003年底上映 由葛优 范冰冰等主演 影片改编自刘振云同名小说手机 2003年冯小刚指导的手机上映 当年拿下5600万的票房 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其中范冰冰凭借5月一决 拿下第2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对于加收到电影圈的注意 对于加收到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